大家好,我是Stanley 今天這套載具套裝,我覺得都蠻抵賣的 全部內容有一個車廂,兩架戰車,一架電單車,和三角士兵 士兵開合時有點嚇到 不像嗎? Race Saptor 透過 FC 超度輪式驅動 並且在高速行駛所有的地表上 底部持有跳躍滑腸器 即使面對有獵王或沼澤裡的地方都可以輕鬆地經過 調整過後,亦都可以在原面上行駛自如 前面有四把墨衝機槍,後面有兩把雷射槍 火力配置上,和第一代的電單車是相同的 Ferrhorn 攻擊型的機動車 可以容納一名成員的小型攻擊車 透過搖控,可以無人駕駛 還能與 Tactical Mover 組合遍 變成為無人戰鬥機 武器為車後的變速型發射器 一人一步,無多無少不用爭,那就最好了 我最討厭就是那些東西很不平均 對呀,我有強迫症 而今集的焦點,亦都是這個新的武具作品 功能性非常強大,後面就先作個解說 首先,它可以加上駕駛室,成為一輛運輸車 支援 Technical Mover, Bullet Cord 和波波頭等等 位於車廂的兩邊是高防爆板 用意當然是抵禦敵方的攻擊 而這塊板是可以拆下來的 裏面還有東西玩 裏面收納了車廂互相連接的零件 安裝的方法,和動力伏的箱連接在一起的方法是一樣的 我都說過,其實這個設計我挺討厭的 因為一旦插進去,要拆下來的話 是會損耗到連接件的 再說,都21世紀,玩個玩具都要用鉗 不是呀,本活倒置 剛剛拿出來的時候,這個小部件是在車廂裡用的 一會兒是不會用得上 另一邊拆下來,亦都是有收納連接件 打開車尾箱,拉出它的甲板 中間的卡槽是用來安裝剛才見過的 兩條小型的長部件 但其實它又不會卡緊的 只是就這樣放鬆 所以其實你不用用力壓按緊它 或者怎樣的 車後方的卡點,卡下去就可以了 然後我又發現,其實你不用都可以的 反正它都沒有卡緊到 當然如果你用來顯示器或其他東西 這個部件其實也有需要的 但我沒有太多空間 所以我也是這樣收起它就算了 電單車的話,可以收納兩部 安裝到動力伏,腳掌下面有兩個洞洞位 但它不是所有動力伏都支援 一代和二代是可以的 我試過的 而一些伸延較高的就不行了 在最裡面的點是用來插駕駛室 有些太大的也真的不行 那這裡我就真的不做太多示範了 太多了,試不完 然後我都妄想說動力伏的箱 如果我可以放進去呢 那就是不行了 想安裝到的話,還是用回運輸車 不是我,也不是責任,是窮 所以我只可以展示到一卡的玩法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多多訂閱我 分享我的頻道,有你支持就最好了 連接的話有不同方法 要不像上圖一樣用卡點 第二個,拉出連接環 連起來就可以轉彎 就像一架列車一樣 之後就到剛才我說過了 最討厭的合併方式 我最討厭的,但也要給大家看看 之後另一個方式 移除相對的擋板和輪 用最差密的方式將它組裝起來 有些意思,我喜歡這個 並不是單純的組裝起來就說是 它有合體意味就更加重了 之後就是層貼型 又省位又穩固 而且亦都不怕可以損耗到連接件 夾板還可以伸出來到地面 喂,無敵啦 最後一個小型基地模式 或者你叫做富有模式 其實都可以的 你知道一兩個是不行的 是不好看的 是因為你窮啊 你一次買四個就可以了 就完美了 即是你有錢咯 好 好啦,今天的開箱就來到這裡完結了 這次的套裝其實都非常實用 尤其大家應該有不少基地級的機器人 已經是吧 這個單玩又好玩 放在基地一起 組在一起玩也有很多樂趣 實在不容錯過 我是Stanley 歡迎收看 以及支持 第二屆,大家窮原創基地比賽 就即將公佈了 這次形式和獎品都是幾何級的提升 是很厲害的,告訴你 不切留意本頻道的公佈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